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做简单的手工蒸包 如果说你手工蒸包里面可以放蒸的头发跟蒸扎棉 这个叫做树脂棉 好,先从材料上面来介绍好了 第一个是棉布 为什么要棉布,是因为棉布它会比较透气一点点 然后脂素你不要挑那个,就是说不要挑那个很透光的 有的时候太透光我们的头发会比,会刺出来 有的时候头发太硬的人啊,它会刺出来 好,第一个是棉布 然后第二个是头发或棉花 很奇怪吧,这个头发基本上只要有你自己的人 这是我们家小朋友他最近剪的头发 然后他就说他要把他头发保留起来 然后我就把他的头发准备拿来做蒸包 刚好想到可以先进行下一步打版之前 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蒸包,让自己开心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不好用头发的人啊,会害怕 那我们就用棉花 一般树脂棉就行了 好,锁缝针,这个就不用介绍咯 针根线 针根线 然后再来纸板 纸板的话你可以去一般的那个书局买一般的这种纸板 然后再不然的话你就可以去有一些正品 像我们一些在外面发的东西的正品,像这样子的纸板 你不要去割纸箱上面的纸板哦,纸箱上面的纸板是不行的哦 要这一种比较挺的,因为到时候我们要粘东西,要粘布的 好,再来就是松紧带 松紧带有细的也行 粗的也行 然后再不然就是这一种的 针织的弹性带也行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针包的后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 然后可以挂在手上的 我们只要挂在手上这样子 在插针的时候啊,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缝一缝缝一缝固定几针 就这样,这个松紧带就是要放在这里的 然后纸板待会是在这个里面的 包在这个下面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边要用硬的呢 因为针有的时候你这样刺过去 哇,你的手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的针又插到你自己 这不就是,这不叫针灸了 这个应该是 这个我也想不起来是什么 反正就是不舒服就对了 而且会见血不好 所以呢,现在好,我们开始 废话少说了 Grace同学希望在上那个 打板之前啊 先好好的学做一个针包 你自己可以用你自己的头发 来,我们现在第一个 拿棉布开始剪一个圆 我们剪两层 这个圆呢,你要剪多大呢 我们现在就先用 12公分的一个直径 为什么要用两层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针包能用得很久 因为是我们亲手一针一针缝起来的 好,再来就是棉花 剪笔圆小一点 然后再开始铺头发 哦,对不起,等一下再剖 我们现在要先做一件事情 在圆的周围 来,跟着棉花 棉花先不用 先把圆的周围 两片布哦,叠在一起哦 然后大针大针的缝起来 多缝几针 好,这个手有点累了 再继续再缝 关系,这个可以不用太细针 因为待会我们是靠着 最外围的这种做法 把它拉成一个球状 现在赶快赶快哦 快好咯 好,现在已经缝到底了 你就缝到那个出针的最开始的地方 然后再来呢 我们放这个棉花 就是不希望头发直接就刺在这个布上面 如果要放棉花的同学啊 请直接全部就塞进去 把棉花都塞进去 不放,要放头发的同学了 来 请头发把它拿出来 然后乱的也没关系 整齐的也没关系 重点是我们要把头发给收好 然后卷一下 你这样子放进去才会好放 放在棉上面呢 然后是不是你这样子 把它给包起来了 有没有 包起来了再放进去 这样子头发就不会刺出来了 这样子触感就很好 你也不会说哎,头发都跑出来 那个蒸包外面好可怕哦 好咯,刚刚你不是到这里来了吗 拉紧 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又成了一个圆形呢 基本的一个蒸包 为什么要用头发做蒸包 因为头发里面有油 它会你的蒸就不会生锈了 很多时候我们长期蒸长久不用 它就生锈了 但是你再插在这个蒸包里面的蒸都不会生锈 好了,这样再来勒 这样子其实某某不好太扁了 再塞一点 打开 没关系 再多塞一点头发进去 好,塞到它薄薄的胖胖的很紧很紧 然后甚至这边漏洞了没关系 你就这边再缝个几针 把它缝固定 交叉这样子把它给缝固定 有没有 这样子交叉的缝缝缝 缝固定 我现在是缝得很粗很粗 尤其是你自己在拉的时候一定要拉得很紧哦 好不好 各位同学要记得 因为这个蒸包你要用一辈子的哦 用到你女儿出嫁哦 好,继续 再来就是 这样子拉紧了以后呢 它会变成这样 它会变成这样一颗球 我们现在呢,再来就要做纸板 我们现在把 这一个直径大概 我看一下5公分 可以做小一点 像你一般我们做这个地方啊 你可以做小一点 也可以做大一点 去取决于在你的这个球体状 你不要比 屁股不要比这个球还要宽 但是你要比它宽 做另外一种造型也没关系 我们暂时先以5公分的原版 来做一个测试 一个 一个教学示范 好 拿笔画 为什么不能用一层呢 其实啊,最好是用两层 因为你的针用力在刺的时候 才不会刺痛你 好啦,来开始剪 剪下来 两层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要开始哦 用白胶 先把 我试白胶看到没 把白胶挤出来 它其实是 披着白胶的那个立可白 因为我白胶 不知道熊熊跑去哪了 好 连起来之后呢 然后再把 这个 剪一块布 它旁边啊 大概比它多大概一公分的一个圆 这个要干什么 我跟你讲哦 待会 你在这边啊 白胶继续再黏在这个 这个上面 白胶把它挤在这个 纸板的圆的外面 甚至你涂满它都没关系 涂多一点哦 好 涂多一点 然后把它给盖着 好,黏上去的对不对 然后现在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给剪牙口 每一个都要剪 为什么要剪呢 因为我们要把它给 折进来 让它这个叫做 包光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针包是不会洗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好 再来就是 不用担心它什么 不用担心它洗一洗 要进洗一洗 就掉了 好,这边开始 好了 我们剩下两分钟啰 加油哦 这边 赶快 折进去 对不对 折进去黏好了以后 等它干 干了之后再来怎么办呢 再来我们就开始 要把它放在这个屁股的下面去缝它 你看 我们刚刚做好的这个针包 然后你黏好了这个干掉了以后 一定要它干哦 干很快十分钟就好了 好,把它给铺上来 铺上来以后啊 我们现在啊 要慢慢的一针一针细细的在这个边上缝 这个边上慢慢的缝 一针一针缝 其实我这个有点没有干 你到时候记得干的时候要在边上缝 细细的要缝到纸板 纸板把它给缝过去 有没有 这个时候要记得顺便放两个 对等的橡皮筋 量一下你的手围 橡皮筋黏在这里 然后继续把它缝 缝固定 缝一整圈 线的颜色尽量要同自己的颜色哦 好 这样一圈缝完之后呢 登登登 好 这一个 可爱的针包就完成了 然后在这个针包完成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种变化 你看 像我们用弹性绳 也可以做出这样子可爱的针包 给它一点配色 好 我们下一次开始上 打版的 真正来做一件衣服的打版课程了 好的